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床的人类史》 1999年 一位英国威尔斯妇女坐了几百公里的火车 怒气冲冲地赶到伦敦的泰特美术馆 因为她听说这里正在展出一个叫《我的床》的艺术作品 这是一个实物作品 它就是作品的创作者 女艺术家翠西艾敏自己的床 床上是发黄了的皱巴巴的床单和被子 床下是脏兮兮的蓝地毯 还有到处乱扔的用过的避孕套 卫生巾 以及随意丢弃的丝袜 福特加酒瓶 药盒和烟盒等等 这名威尔斯妇女来到这个作品前 掏出抹布和洗洁精就要开始打扫 被美术馆的保安及时制止 尽管在2014年 翠西的这个《我的床》在伦敦加士德拍卖行 拍出了430万美元的高价 但关于这个作品的争议却一直不断 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 床不仅是人们睡眠的必需品 还代表了个人隐私 它根本就不合适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何况是如此一张肮脏凌乱又毫无美感的床 那么床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是如何与睡眠和隐私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历史中 床又曾经扮演过哪些不同的角色呢 今天要讲的这本《床的人类史》 将带你了解床的前世与今生 本书作者布莱恩·费根 不仅是国际公认的史前史考古权威 还是一位顶尖的考古作家 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从气候变化 人类与动植物的关系 到人类衣食住行的演变等问题都有涉及 他还曾担任英国国家地理学会 大英百科全书 微软电子百科全书等的考古顾问 因在考古和教育领域的贡献 布莱恩·费根被美国考古学会 授予首个公共教育奖 在本书里 费根就从考古学出发 带我们回顾了床在整个人类史中 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和角色 下面我将分三个问题 为你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树上睡到了床上的 第二 床在人类生活中还扮演过哪些角色 第三 为了方便和舒适 床的形态如何改变 首先我们来讲讲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树上睡到了床上 说到床 你可能首先会想到睡觉 现代人的一生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这其中最主要是为了睡眠 不过在远古时期 人们通常睡在树上 以躲避野兽的袭击 直到早期人类学会使用火 才逐渐开始到地面上活动和睡觉 那时候 他们通常直接躺在地上睡 虽然地面潮湿寒冷 还时不时会有爬虫侵扰 但耳朵紧贴地面入睡 能让他们及时察觉野兽的接近 人类床的雏形出现在大约7.7万年前 考古学家在南非的一个山洞里发现 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已经用灯芯草和其他杂草变成草垫子 铺在地面上睡觉 还用月桂树的叶子来驱除蚊虫 而那些高处地面的床则出现的要晚一些 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保留着最早的石头床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00年 这些石头床是在一些石头房屋遗址中被发现的 它们像箱子一样靠墙而建 通常房间里有一大一小两张石床 有的床上还被检测出鳞的含量较高 考古学家猜测可能是婴儿尿床导致的 这些石头房屋的中间有一个火炉 床上则用瘦皮做成的毯子来抵御苏格兰的严冬 床的四周还有凹洞 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凹洞可能是用来插木杆的 木杆上挂着遮挡物 这说明奥克尼人很可能已经开始把床 当成了私密的场所 如果说奥克尼人的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乡市床 那么在地中海的马尔他群岛上 则发现了人类最早使用四条腿的床的证据 那里的壁画完成于公元前3500年 描绘了人们使用四腿床的情景 不过相比于现代的四腿床 壁画上的床腿要矮短了许多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最为繁盛的时期 床的使用更加普遍了起来 古代苏美尔人把木质床架固定在床腿上做床 古埃及人也类似 他们用木头做成床框 用皮革布条进行编制 并把鲁尾席覆盖其上做成床 他们通常是一个微微倾斜的斜面 人躺在较高的一端 相当于躺在枕头上 大约在公元前2580年 古埃及的一位女王的陪葬品中 就包括一张奢华的床 床上有顶棚 床腿还裹着黄金 三百年后一位古埃及宰相的墓室里 也有很多和床有关的壁画 其中的一幅描绘了这位宰相 正斜矣在昏床的床头 妻子跪在一边弹奏竖琴 床的下面是各种贡品和储存罐 壁画上的床 看上去和现代的四腿床已经很相近了 在中国的商朝晚期 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时 也出现了和现代比较类似的床 称为高榻 不过不管是在古代的西方还是中国 床都是皇室和贵族的专属品 睡的地方越高 代表身份地位越高贵 大部分穷人则仍然睡在地上 用毛毯或外套把自己包裹起来 但从中世纪起 床在西方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 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 床不仅是最重要的家具 还是家庭财富的象征 17世纪的伦敦作家塞米尔·佩皮斯 就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很自豪 因为我有一张多余的床 供给留宿的朋友 一些家庭不仅在乎床的数量 还在乎床的大小 有的床甚至宽达四米 占满了整个房间 可以供一家人睡觉 被褥 床垫和枕头 这些床上用品也开始出现 跟咱们现代使用的已经无异 有些还制作得十分精美 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 收藏着一条14世纪的被子 里面的填充物是棉花 外面是亚麻做的背面 背面绣有城堡 船舰 战斗场景 等14个精美的图案 中上层社会的床上用品非常复杂 当时有些家政手册还倡议 每天翻一次床垫 换两次枕套 床上用品的更换和清洗 是繁琐的劳动 女佣也因此成为富有家庭里 不可或缺的劳动者 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 洗涤而睡 又逐渐学会制作各种床具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床在西方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 不过纵观人类历史 床并不仅仅被人们用来睡觉 下面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来讲讲 床在历史中扮演过哪些抉择 这里主要讲两点 第一 作为人类生死见证者的床 第二 作为社交和办公场所的床 先来说 床是如何见证了人们的出生与死亡的 现在很多人出生在产床上 但这个习惯其实源于17世纪的法国 在那之前 西方的产妇是在分娩凳上分娩的 床只是他们生产后恢复身体的平台 据传 路易十四特别喜欢观看女性生孩子 但传统的分娩凳会挡住她的视线 于是在她的大力推动下 床才逐渐成为了女性分娩的场所 床与死亡的关联则要更早得多 考古学家们发现 墓葬中的尸体往往被摆成睡眠的姿势 或舒展四肢仰卧 或四肢蜷缩着侧卧 而人们也总是把睡眠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我们通常会对死者使用安息这样的词语 在古代的梅佐布达米亚 一旦有人死去 人们就会把她挪到一张特殊的葬礼床上 床的左边还会放置一张空椅子 据说这是人的灵魂做的地方 死者的身体会被清洗 涂上油或者香料 身旁摆满她生前真爱的东西 以及一双凉鞋 因为梅佐布达米亚人认为 梁鞋是奔赴来世的必需品 古代埃及人则有床葬的传统 就是把遗体放在床上 或类似床的担架上下葬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 是被放在一幅精致的镀金床上下葬的 这张金床被嵌在棺材里 棺材的顶部雕刻有精美的狮子 床垫由黄金制成 在棺材的周围 则是用黄金制成的神龛 神龛周围的花环也是用黄金制成的 对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徒来说 围绕临终之床进行祈祷 是一种宗教责任 它能帮助每一个死者超度 而对于王室成员而言 临终之床是全力交接的地方 交接的顺利与否 事关一个国家或民族未来的命运 1603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离世的那天 临终之床的周围围满了宫女 医生 牧师 坎特布雷大主教 以及女王的顾问机构 书密院的成员也都在场 等待女王交代后事 床除了见证人们的生与死 也曾经被当成是社交的场所 比如在16世纪末 伦敦北部赫特福德郡维尔小镇 有一家白鹿旅店很红 原因就是这里有一张巨床 这张床的长宽都超过三米 高2.5米 重达640公斤 可以同时睡下四对夫妇 而不会彼此接触 这张床在当时非常有名 以至于很多文学作品 都用这张床来隐喻 大这个概念 莎士比亚就在名剧 《第十二页》里 如此描述一封谎话连篇的信 在纸上写满谎言 尽管你的纸张 大得可以铺满英格兰维尔的那张床 后来在2012年 英国人为了把这张巨床 搬进博物馆里展出 花了六天才把它拆开 又花了九天才把它送到目的地 在旅馆里共用一张床的习俗 在其他地区也很常见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在当总统前 也经常和其他人 在旅馆里睡一张床 而在古代的中国和蒙古 大炕也是许多旅馆的必备 巨大的炕能同时睡下数人 人们不仅在上面睡觉 还在上面吃饭和社交 如今 一些地名仍然保留着这样的痕迹 比如 北京古楼大街附近的六铺炕 就因清朝末年 此地曾经的一个小旅馆而得名 据说 这个小旅馆很小 只有一个大土炕 上面最多能铺下六个床铺被褥 床除了能进行社交 对于欧洲的许多君王来说 他们的国家大事都围绕着床进行 比如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床 被摆在整个王宫的正中心的卧房内 这是一张非常豪华的床 有精心上漆 并镀金的雕刻床框 银丝和天鹅绒装饰的为慢 女王就连每次到别的宫殿或者豪宅 都要带着它 上千名仆人和随从围绕着这张床服务 不过 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能靠近这张床 女王的卧室 由146名卫士 严密守护 只有少数的女性贴身随从 才能进入房间 男性禁止入内 1599年 王室的宠儿埃塞克斯伯爵 从爱尔兰风尘仆仆地赶到王宫 一不小心踏进了女王的卧房 看见了没戴假发 素面朝天 衣衫不整的伊丽莎白女王 尽管她双膝跪地 希望女王能够原谅 但第二天她就被软禁了起来 之后被以叛国罪处死 而在海峡对岸的法国 早在13世纪时 路易九世就颁布法典规定 王室的床 应当永远是国王进行判决的地方 到了17世纪 路易十四时期 法国国王的床 还有了更为精细的使用规定 每天都要举行盛大的起床仪式 国王起床后 由首席御医和首席外科医生 为其进行健康例行检查 之后才是用餐 处理国事和举行私人聚会 路易十四的床 会放在一个有七级台阶的高台上 他坐在床上 或是躺着发布号令 床下高官重臣战力 那些低级的官员则要下跪 到了18世纪 路易十五喜欢在卧室里开会 称为床上会议室 而能进国王的卧室开会的 当然只有那些最核心的高官 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地提高 人们愈发地注重隐私 到了19世纪 大多数西方家庭中 床已经成了私密的场所 在床上社交 甚至办公的情况也逐渐消失 有个例外 就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患有抑郁症 经常睡眠不足 在卧室里办公 也许能为他节约出足够的睡眠时间 但此时床上办公 却是令人困扰的 比如 英国总参谋长 陆军元帅 阿兰布鲁克勋爵 就在日记里 记载了两人在1942年 1月27日的一次会面 丘吉尔穿着红金相间的睡袍 本就稀疏的头发凌乱地散在头顶 床上堆满了文件和信件 床头上还摆着早餐的空盘子 丘吉尔则不断地按着床边的响铃 叫秘书 仆人 打字员和素记员进入房间 而这样的场景 总让阿兰布鲁克勋爵感到尴尬 人们的睡眠习惯也发生着变化 现在我们常说 最好的睡眠就是睡八个小时 或者一觉睡到天亮 但古时候人们并不是如此 那时候 人们的睡眠通常是双向睡眠 或者多向睡眠 向是照相的向 简单来说 人们是分段睡的 原始社会的人类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天黑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睡得很早 再加上睡在地上不太舒服 周围又时常有野兽侵扰 不可能一下子睡十几个小时到天亮 所以他们中间会醒来一次或多次 据考证 人们这样的睡眠习惯 一直持续到近代还普遍存在 根据乔索等作家的记载 英国人常常在傍晚 就早早开始初段睡眠 然后他们会在午夜前醒来 起来吃点东西 坐坐祈祷 谈论一下都梦见了什么 在午夜之后再享受回笼教 这可能是一些欧洲国家首夜的由来 一直到十八世纪 伦敦午夜的街头 仍然会有走街串巷的小贩 卖食物给半夜醒来的人们 不过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 人们的睡眠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路灯点亮了夜晚的城市 人们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睡得也越来越晚 加上床越来越舒服 睡眠的环境也越来越安全 睡眠开始变成了完整的一段 也开始有了一晚上要睡八个小时的概念 现在有些人夜里经常会醒来一两次 就总是怀疑自己是睡眠出了问题 开始吃安眠药 这可能并不是你真的睡眠出了问题 而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独特的睡眠习惯 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二个问题 床既见证了人们的生与死 还曾是重要的社交和办公场所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 人类文明的进步 床逐渐变成私密的场所 人们也开始习惯八小时睡眠 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方便和舒适 人们也在不断改进床的形态 接下来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咱们先来说说这方便 我们印象中的床都比较笨重 不方便移动 一些出门旅行的人 没法带着这些笨重的床旅行 所以他们发明了移动的床 最早的移动床出现在古埃及 古埃及的法老为了平衡各个部落的势力 经常要到王国的各地旅行 法老不愿意睡在别人的床上 更不愿意睡在地上 于是他们发明了可折叠的旅行床 比如公元前14世纪的法老图坦卡蒙 就使用Z字形的三叠床 床腿和床框是用铜合金制成的 从好战的古代罗马人开始 行军床也成了一些欧洲国家军人的标配 比如罗马士兵的行军床是双层的上下铺 指挥官们的床则宽大舒适 但也十分笨重 行军床有时候会影响战争的结果 1858年 英国元帅科林坎贝尔率领的英国军队 在印度殖民地被当地的叛乱者打得很狼狈 原因之一就是行李拖累了他们 据说他们的行李的很大一部分是床 泰晤士报的记者回忆说 光是坎贝尔元帅就携带了各种床 从四柱大床到帐篷床都有 相比之下 印度人的行军床要轻便得多 这种床叫查波伊 简单来说 它有四个短而轻便的锥形制床腿 以及四根可拆卸的横杠 把这些木棍组装在一起 再用一根根弹性非常好的椰壳纤维连接 不需要床垫 睡上去就非常柔软舒服 除了用于行军打仗 印度的很多朝圣者也会把一个拆卸了的查波伊 顶在头上奔走于各地 如今火车卧铺与房车为长途旅行的人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火车卧铺最早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 当时的卧铺白天是普通座位 晚上可以改成睡觉的地方 房车是在20世纪初首先在加拿大出现 在2019年 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有超过800万个家庭拥有了房车 而当代人野外露营时睡的睡袋 其实也是床的一个变种 最早使用睡袋的是德国农民 他们在野外会钻进装满枯叶 干草或卖杆的麻袋里睡觉 后来随着极地探险的发展 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向北极地区的拉普兰人学习 用海豹皮缝制了非常保暖的睡袋 如今的睡袋的形状大都像个木乃伊 由合成纤维等材料制成 具有很好的防水保暖效果 说完了方便之床 咱们再来说说舒适之床 睡得舒不舒服 支撑我们身体的床垫至关重要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 床垫制造商也在床垫的舒适度上下足了功夫 早在16世纪 法国家具商威廉·德亚尔丹就发明了封床 它其实就是一个充气的帆布床垫 但因为漏气问题没法解决 也并没有什么销路 随着技术的进步 在19世纪末 美国开始出现了更耐用的充气床垫 到了20世纪80年代 水床就是充着水的床垫 又在美国流行起来 很多人觉得睡在水床上 能改变腰酸背痛的症状 但水床也会让人感觉湿软 而且用水床睡觉 就要把软水管接进卧室 一旦睡觉时漏水 美梦就变成了噩梦 所以如今美国的家庭 已经很少使用水床了 相比封床和水床 我们今天常用的席梦斯 就显得经久不衰了 简单来说 席梦斯床垫就是弹簧床垫 它因发明者 美国家具商人 扎尔蒙·席梦斯而得名 它在1876年 制作了第一张弹簧床垫 并申请了专利 从此风靡了全世界一百多年 为了让弹簧床垫更舒服 如今的床垫制造商 也是巴仙过海各显神通 比如有的公司生产的弹簧床垫 专门设计了腰部和背部的支撑系统 睡眠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随时调节弹簧的硬度 美国加州的一个床垫商 制作的床垫 则包含了数千个 裹在手仿棉花心里的微小弹簧 床垫里还有其他十层以上的填充物 包括新西兰羊绒等 让床垫更加柔软舒适 十个工匠花上三天时间 才能完成一张这样的床垫 作者认为在未来 我们的床也将朝着 更加方便和舒适的方向发展 比如像豆匣一样的舱床 它有点像太空飞船中的太空舱 当你懒洋洋地躺在被窝里时 这张床能方便地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计算机将监控睡眠者的舒适度 自动调节温度 光线 甚至是外部声音的高低 需要时 它还能轻轻摇动 或提供按摩服务 舱床里还会有多媒体设备 让人不用起床 就能看电视和浏览网页 甚至办公 作者在书里 还描绘了未来的云床 具体来说 云床就是悬浮在空中的床 依靠磁力 床垫就可以悬浮在空中 人们睡在上面 就像睡在飞毯上那样 享受漂浮在空中的感觉 彻底改变人类的睡眠体验 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三个问题 为了方便 床衍生出了折叠床 睡袋 吊床等多种形式 方便移动 而充气床垫 水床 弹簧床 则是在床垫上下功夫 为了人们睡得更舒服 作者认为 未来还将出现 仓床 云床等不同形式的床 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 从七万多年前的草垫子 到如今各种充满未来感的床品 在床的演化中 我们可以看到 习俗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 不变的是 床永远承载着 我们内心的梦想 无论那是冬夜里 相互依微的温暖 还是对亲密 社交的渴望 亦或是对权利和财富的彰显 一部床的历史 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好 床的人类史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祝你每天都有好梦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